各位學員,大家午安 那剛剛主持人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我是雜糧作物 我不是我們廠裡面 負責雜糧作物的一個 推廣的一位人員 那我主要是做 我以前一直是在做滑生 那最近幾幾年有改做大鬥育 因為實在一直在變 我們一直在根治需要 政府的需要一直在調整這個工作 那我現在簡單的介紹 我來介紹一下 雜糧作物生產環境 栽培蓋樹 那這個大概民國一百年 花博有沒有人去過 就有看過這個 就是那時候不是鬧 台北市政府說 一盆空心菜五百塊 那件事情就是這個 那這個 花博裡面雜糧 我們六個改良廠合作 做出來的一個 一個等於說是雜糧參觀的 花博 台灣所有的雜糧 最近就是十幾二十年 所有秘密的品種都擺在裡面 分門別類擺在裡面 讓人家一看 那這個就是我們 那我們改良廠 我們每個人都要去輪班 像我是在那邊 站的等級 48個小時 好像站在那邊 解說 就輪流大家去 那 在那邊是比較少遇到 我們台灣的朋友過去看 大部分都是陸客 來考你 花生叫什麼 名字 大概是這樣 那也是 弄了將近一個月 這個也是 他用花生 玉米 還有後面這些大豆 做成一些裝飾品 然後它裡面分了很多款 像這個是豆類 豆類專門是講豆類的 然後這個是豆類 那這個是講玉米 這個是講地瓜 這個是講花生 然後還有 背面這一邊 這邊是講小米 藝人 這一些介紹 這一些 我們國場的咖良作物 當然也有做假的牛吃 上面這些都是小米 那還有人用豆 做成了一個造景 還不錯的造景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主題 那 今年來台灣 地區人民的生活水準 大概是生活越來越高 然後再加上畜牧業也很煩 所以對雜量作物的要求 越來越需要越多 但是我們國內雜量作物 就是生產就是不足 不夠 然後幾乎都是仰賴外國進口 因為我們台灣工錢貴 生產的東西 譬如說 人家生產的東西 一斤 一公斤 一公斤 如果三十塊 我們起碼要六十塊 所以這樣一比對的話 那進口就好了 那在商園商 生意園 加工還需要原料的 他一定是買便宜的 他不可能為了 對國產有所幫助 就買貴的來當原料 然後人的心裡都會這樣 所以我們幾乎都是像大豆 像大豆 玉米幾乎都是仰賴進口 發生我們還有一點生產 但是很多也是有進口的 甚至有走私的 那這樣的生產 已經在台灣來講說 人民安定經濟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所以這幾年 等一下會講到 為什麼會慢慢發展的雜糧 那先講雜糧 在台灣一般來指說 水稻以外 水稻 我們剛剛是講 水稻 水稻以外 可以供人序 食用的作物產品 那它在農業上 我們都是學農業的 它的分類包括河谷類 豆類、根類、精類、油類這些 它的種類很多 那全球糧食、飼料 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賴 所以它很雜 很雜 那在台灣 台灣地區雜糧種類很多 大概有二十幾種 不外乎乾燥 飼料玉米 那飼料玉米 從一百零二年開始 變改成硬質玉米 食用玉米 高粱、小麥、大麥、燕麥、肉花生 大豆、毛豆、紅豆、芝麻、綠豆 小米、油菜、蔬豆、薏仁、蕎麥 相亦可以 這二十幾種 都算在台灣都算雜糧作物 那它的用途主要就是 糧食 當飼料 磨成粉 像 地瓜什麼都可以磨成粉 有炸魚 釀 高粱可以釀酒 有食品加什麼保健方面的材料 雜人作物的功用還蠻多的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素豆 因為你們是 算是港入門的 所以我講的比較淺一點 這素豆 綠豆、紅豆、玉米 很多人都還沒有看過 那這玉米是食用玉米 食用玉米跟飼料用的玉米 不一樣 都是玉米 但是不同品種有不同 不同利用目的有不同的品種 食用玉米也有食用玉米的品種 飼料玉米也有飼料玉米的品種 那食用玉米裡面還包括 甜玉米、糯玉米、白玉米 都有不一樣的品種 所以你的 以後你要種什麼東西 你要看你的利用目的是幹什麼 利用目的是幹什麼 選什麼品種 不要說 我要種玉米 就隨便買個玉米回來 就買飼料玉米回來種 也是可以吃的不好吃 大豆、高粱、蕎麥、藝人 這些都是雜糧粥 落花生、小米、小麥、甘酥 那這個是蕎麥、甘酥的一種 也是甘酥的一種 燕麥就是老人家 三糕 像我每天都在吃的 就是燕麥 那這個呢 不會是香蕉吧 香葉葵 這不是以前他們講的香蕉嗎 香葉葵也是咱們做物的 那我就挑一些玉米 挑一些果實給你們看 這是食用玉米 這是紅豆 這兩個都是甘酥 甘酥的種皮顏色跟肉的顏色有很多種 有很多種顏色 那還有一種就是 這種叫魚仔甘酥 那魚仔甘酥大概在十幾年前 我記得在湖瓜還是張小燕的一個七點的節目 裡面有一個大廚 他就講說這個魚仔甘酥 就是蚵仔跟地瓜雜交出來的後代 其實這個是胡說八道 它是一個品種 就像美國人還皮膚 那你說它是蚵仔跟誰雜交的 不是 這是特性 它也是地瓜的一種 只會說不同類這樣 都是屬於地瓜 這個也是地瓜 一般的甘酥 這個也是地瓜 不過它這個蚵仔甘酥的地瓜 一般來講的話 產量比較差 這個就好比我們跟荷蘭的比身高 一定比不過 因為我們的特性就是比較矮 那蚵仔甘酥它的特性是產量比較差 所以在售價的地瓜 就是賣的時候 蚵仔甘酥大概會每年這樣 貴個一公斤貴個兩三塊 但是它的產量 是這一個的大概三分之二 甚至二分之一而已 這是它的品種特性 那小米嘛 蕎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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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豆 素豆 那素豆 你想想想看 素豆光是一個小小的一個粥 素豆 就有幾種顏色 三種顏色 那芝麻 芝麻有白芝麻 黑芝麻 這個都是長兩種花生 大豆 黑豆 大豆黑豆都是大豆 毛豆也是大豆 等一下大概會稍微提一下 因為 因為 東西太多一個小時不太可能 講得很清楚 我再介紹 大豆毛豆現在是最寒的 因為 現在大豆幾乎都是99%都是進口 大概99%裡面大概有八成以上是機桿 所以我們現在要發展大豆 飛機桿 飛機桿 那 大豆 其實它大豆包含 大豆 黃豆 黃豆就是大豆 毛豆 黑豆 還有一個叫什麼 叫什麼 糟糕 青皮豆 青皮豆 這些都叫大豆 但是利用目的不一樣 就有不同的品種 就像大豆來講 大豆是成熟 我們那毛豆想做豆腐 這都可以 毛豆我們就把它當開肉 但是毛豆它要是的 性狀就不一樣了 毛豆還是要大 腫人很大 夾很大 夾要翠綠色 然後夾上的絨毛是白色 這樣子 綠綠的拿去賣 才有賣相 而且它的成熟期大概是 八分熟的時候 就要熟 那 大豆的話是一定要成到 變O 才來熟 那大豆的話要求的是什麼 蛋白質含量要高 含量要高 所以最好總區不要有原色 適合集結熟獲 所以要求的狀況完全不一樣 所以 你的利用目的不一樣 就有不一樣的品種 你不要 你種大豆可以當毛豆來吃 但是你要去賣 賣相不好 而且毛豆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農業形狀 就是它一夾裡面 起碼要有利種人 才叫合格夾 大豆 反正產量高就好 所以 完全不一樣 都是大豆 另外 大豆收穫是這樣 毛豆收穫還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青皮豆 青皮豆也是大豆的一種 它主要是做綠肥 它主要是做綠肥用 就是種了以後 再埋到土裡面 有增加土壤的肥力 那也有人拿這個青皮豆 它的皮就是綠色 青色 應該算綠色 這種顏色 拿來做豆芽菜 也有用這個來做 那黑豆 光是黑豆也有青人 外面這一個 外面這一個是青人黑豆 裡面這個是黃人黑豆 換句話說黑豆 只要把它剝掉 還是這種顏色 也有這種顏色 那這種主要是保健用 泡藥酒 燉雞燉什麼就是保健用的 那這一種呢 做醬油做豆豉 所以當然這些都可以磨豆漿 但是利用目的不一樣 大概就有不同的品種 所以你們種什麼要選什麼品種 比如說我要種大豆 就拿黑豆來種綁大大豆 也可以 但是你的利用目的不一樣 你種出來就怪怪 那一般來講 雜糧作物 它都是利用比較不好的地理 來種雜糧 比如說冬季沒有什麼利用 這個地不能種別的東西 或者是這塊地沒有灌溉 或者是山坡地 或者是這塊地 只剩一個卡卡角 也不能種什麼 就拿來種雜糧 好的地都是種水稻 有灌溉的地都是種水稻 所以雜糧作物它是屬於一種土地利用型 你要有收益 你就勢必要種很大的面積 它很粗放 它絕對不會像原意作物 一分地兩分地 你就已經搞了半條命 天天出場 那雜糧作物的話 一種都是面積滿大 一公頃兩公頃 所以它是土地利用型的作物 那在民國53年 雜糧作物大概有50萬公頃 在台灣 但後來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生產成本很高 外國進口便宜 所以我們根本沒辦法 跟外國進口 沒辦法競爭 對不對 那現在商人還用這些雜糧的東西 來當它的材料 他當時選擇便宜的來用 他為什麼要用國產 所以種的人越來越少 因為賣不出去嘛 種的人越來越少 然後面積越來越少 所以甚至有一陣子還沒人種 那除了花生 甘肅 這兩個州還有一直維持一定的面積以外 幾乎雜糧很少 在台灣 大概在10年前 那目前台灣的話 因為102年開始 我們政府就推 因為我們很多土地都是修根 修根 都不種 一年就領事灣 只要合乎 那個幾期年的 一年可以領事灣 一期可以領事灣修根 那政府要利用這種修根地 來推種雜糧 所以從102、103到今年 雜糧面積又開始慢慢的回來了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英哲義明、洛華生、甘肅 這三種作物 在台灣算是比較大種的 種面積比較多的 就是雜糧作物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原本要介紹三種 但是我算了一下時間來不及 那我先介紹這兩種作物 玉米跟洛華生 這兩種作物 那地瓜真的是來不及講 那我先介紹一下 洛華生 一般叫做花生 它在台灣叫土刀 那它是一種日代或亞日代的作物 這個也是在花博那時候拍的 它把所有玉米跟洛華生做成圖片這樣再給大家參觀 洛華生是台灣的主要雜糧作物之一 在雜糧沒落的同時 它還維持兩萬多公斤 因為我們台灣 老實講 都有那種 有時候喝酒 就配拖刀 吃甲薇 配拖刀 那當然外國 很多也有種花生 但是我們跟 我們對大陸 大陸的種種花生 世界產區之一 大陸 它都花生 我們政府很明白的 就是不給你進來 很明白別的地方可以進來 就是大陸的不能進口 如果大陸一給它進口 我們大概都要捲鋪蓋走路 它大概二十年前 我們的生產成本大概一千六公斤 它送到你家 九百塊 送到你家門口 九百塊 你差那麼多 我們怎麼跟它拼 所以我們一直 把大陸就是不給它進口 但是大陸也很厲害 它就轉到去越南 轉到去菲林賓 然後再來進口 因為有一次我去看 大陸發生 它的總產量 進來台灣的總產量 比它一年不吃不喝還要多 那哪裡 就是那邊 所以在台灣 到最新的資料 就是我剛拿到的資料 大概是還有兩萬千四百公頃 年產量大概六萬八千噸 那主要是在雲林彰化 嘉義台南 台中台南彰化 這幾個地方 那花蓮的話 早期 大概二十幾年前 有五千多公頃 就發生 那現在 還維持大概三百多公頃 那宜蘭的話 大概有一百多公頃 發生 那因為我們台灣生產的花生 其實有它的好處 就是說 不要像 大陸的花生 沒有很像 所以 內韓一吃就大概知道 是不是國產的花生 當然我有時候還是吃不出來 因為大陸為了應付我們國內同胞 它也遇出了幾個品種 跟我們很像 所以 反正他們一出來 我們不見得會看得出來 很像 我有去看過很像 看不出來 那我也做了十幾二十年 我看不出來 大概幾個看得出來 因為我也做了曾經 起碼二十年以上 那我們為了跟外國進口 因為有一陣子 大陸的花生走失 是用筷子送過來 用筷子送過來 兩三個小時就到台灣 剛收 所以 防不勝防 所以我們就 為了要跟它區隔 怎麼區隔 這個大陸 我們就是 育成適合國文口味 以鮮食為主 因為鮮很重 鮮食沒有曬乾 花生會很重 你要用船 要用什麼硬 不容易 所以我們要炒這一方面 本土風味多樣化的加工 這一部分加強 那以前我們花生 做育種的話 都是選菜式 Fanacy 叫你不要管它 是一種型 就像一種人種的一個品種 它是主要 這個品種 這一型的品種 它很小麗 很香 油分含量很高 以前炸的都是用這一種 那目前我們吃那種花生 小麗的也是這一型的 很香 那這家消費型態改變 我們越來越有錢 我也有十幾家 尤其我們是 應付多樣化 所以我們 像我們廠是比較早的 做多類型 一家裡面有三億四億的 雖然我們廠大概 發生將近有十年沒在做 停之前 我都是在做多類型的 就是一家裡面有三億四億的 欸 加很大的 只要我們這樣做 就是要跟大陸區隔 跟外國進口的區隔 因為大力的 多力型的 比較 主族比較甜 那 它 發生它比較是要高溫 多日照 那吃蛋的飲料 但是很怕 酸 怕酸 那開花期到 開花期到盛花期 開花那段時間 很需要水分 成熟的人 的時候比較需要乾 這個 大概雜糧 大部分都是差不多這樣 除了幾種小麥 那一些 它 不太一樣 但雜糧 幾乎差不多是這樣 那 花生它是長在地底下 所以 一定要排水良好 你不排水的話 淹到水 花生就會浪 都會發芽 然後 土要比較 像灑土 或者是比較 鬆的 比較硬的 像有的泥土 一桿就像石頭一樣 那種都比較不適合 種化生 那 pH值 大概是六到八度左右 微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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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 那 我們自己 全台灣的播種 日期站 那以花蓮來講的話 大概二月上 到三月上 春座 秋座的話大概六月下 到八月上 這段時間播種 比較好 那 如果春天播種的話 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 不要二月上 種 大概三月分種 三月上種比較好 產量比較高 但是二月上種的話 你也許會趕得上端午節 那時候價格比較好 因為端午節 包包長大 這個要用花生吧 那六月 二期做秋座的話 八月上種的話 產量會很差 要往這邊種 六月 就梅雨季節過了以後 馬上種 產量會很好 這是經驗 讓人告訴我 那一般花生的話 有坐式栽培 也有平行栽培 是兩種 那坐式栽培的話 頤款大概九十到一百公分 然後它的席面大概六十公分 然後重量 等一下有多片 那平行栽培 一般都是三十到三十五公分 然後它的租距大概六到十公分 那我們這個人工座席嘛 因為我們在崗岸卡 不是做小面積做實驗 我們就是沒有機器 大型機器 用人工座席來開鉤 種完整個幅度 這坐式栽培 這是機械 真空播種機 還一次做兩攝 這邊一攝 這邊半攝 這邊還有半攝 一起做兩攝 它這個機器 還可以放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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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放農藥 那還可以放肥料 它把它放肥料 拆了 這兩個就是 這兩個 是放肥料的 所以它這個 播種 兼放地下害存藥 兼放肥料 還一次完成 這是大面積才會這樣做 那幾乎現在在 不要說是花蓮 全台灣稍微有一點 面積比較大一點的 大概都是這樣種 不太可能用人工種 那像我們花蓮 有人一人種18甲 一個人喔 18甲 然後他在收獲的時候 再叫他妹妹來幫忙 這樣18甲 他就是用人機接種的 就是平行栽培 大概30到36公分 還30到35公分 就是做行栽培 一席上面種兩卡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是花繩的花 它開很多花 真正能夠結果的 是前面的那一部分 大概喔 聽說是有人調查 好像是一株花生 可以看200多多花 真正結甲不到15甲 那它是地上開花 地下結石 結石 你看喔 地上開花 這也是 花繃的時候 夾在 這是地表嘛 就土裡面嘛 夾在這一邊 它的花卸了以後 它的話 開 早上開 中午蝦 蝦 蝦掉 蝦花 然後大概七八天 這一邊 肌部澤這一邊 會長出脂肪筆 伸到土裡面 然後伸到土裡面 大概5到10公分 用它的鮮端 膨大 就慢慢形成 發生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把泥土挖掉喔 不要給它伸到土裡面 它就停掉了 就不會長大 這個是花繃的特性 那為什麼會伸到土裡面 有它的理論根基 比如要水 因為土裡面不要濕嘛 你要黑暗 不要曬太陽 它伸到土裡面摩擦 又產生一些荷爾蒙 促進它膨大 這都是理論啦 我想你們大概只聽到就好 發生是地上開花 地下是結石 是一個桌屋 那一般 在花蓮地區的話 很少是灌溉 花蓮地區是排水比較重要 因為雜蘭桌 是比較要乾一定的 排水比較重要 那灌溉大部分是雲家南地區 才需要 因為他們都下來 我們花蓮地區是靠雨水就夠了 那如果說真的要灌溉的話 村座在播種後 30到70天 秋座大概25到65天 灌一兩次 所謂灌溉就是水 進來馬上就給它跑掉 就是流掉 不要給它淹在裡面 這種水馬上跑 一灌馬上給它漏掉這樣 有濕到就好 這是灌溉 這很難得在花蓮 看到灌溉 它水一放進來馬上給它放掉 另外一頭就把水放掉 另外那邊就把它放掉 就不要給它擠水在裡面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剛才講的 我們不要注重排水 所以你沒有做新栽培 做新栽培會有溝可以排水 如果說你是平行栽培的話 5到15行裡 你要做一條溝 前傾的溝 萬有下也什麼 就可以流到溝裡面排出去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預測的 花蓮一號的品種 這是我預計出來的一個品種 它這個 它的產量是風產 然後 因為我們花蓮地區 有的土地 它是偏鹼性 偏鹼性 種子花生下去會黃化 新葉會黃化 那如果太早黃化會影響它的產量 這個還耐黃化 它也會黃化 它是快要收的時候才黃化 所以對產量影響不大 它這一個 你別看甲果小小 你看人飽飽的 甲小小的人很大 那這個產量很高 而且又很集中 你看甲果很集中 如果用以前用人工收穫 你一把這樣就捏下來 也是合集結收穫 有它是種大力吃 那這個品種的話 產量相當不錯 據我所知 因為我人在華蓮 沒辦法推到食譜 我直接來買東西 就移一點去給它吃種 種了以後都會回頭來跟我們要 我知道曾經有沒有雲林的 水林鄉大概 因為水林鄉的地不是很好 這個品種有一陣子 大概十幾年前 面積不少 北港也有一陣子 有一半是這個品種 大概有一兩年了 是這個品種 後來有更新的品種出來就被打了 因為後面出來的品種就越好 所以才慢慢推 但是我知道在嘉義 嘉義那邊還有很多是固定種這個品種 它就是要種華蓮1號 那目前華蓮 台灣推廣最多的是台南14號這個品種 如果有種過花生 當然也知道 那另外這個是華蓮2號 這個是台灣第一個正式秘密的三葉狗的品種 你看一家裡面有3到4種 它是多類型的 然後這個品種很適合現實 但是它的產量沒有剛剛那個好 這個就好比我們 東方樣跟西方樣比升高 比不過 它的特性就是它產量 就像華蓮幾個產量比較差 它如果跟同類也是三葉狗的來比的話 它產量算是很好的 譬如說你們常常吃到那個什麼 黑金剛有吃過吧 黑金剛它產量就比黑金剛好 然後花豆它產量也會比 那麼紅人它產量也會比它好 這也是華蓮把台灣所有命名的發生 都就是近20年 這個就是黑金剛 台南16號 這個是華人 台南17號 那這個是華人2號 二華人2號 這個是華人1號 目前種最多的是這一個品種 台南14號 應該沒錯 我昨天還特地放到 你看 應該是目前種最多的 那 台灣最好吃的品種 是這一個 台南新酒 這一個 它是 它是民國五十幾年命運 你看經過那麼多年 好吃嗎 最值得很讚重 如果你不好的東西 可能四五十年還有一讚重 但是它的產量不好 不太好管 那華生 你種華生 如果你大面積種的話 一定要做洗栽培 你有做洗栽培才有辦法用機械收貨 因為機械才可以生下去把華生夾起來 如果說你沒有做洗栽培的話 那個機械在那個夾 夾不起 所以你要大面積栽培 一定要用做洗栽培 才用機械來收 那這個機械也是 早期的研發的機械式公家單位 研發的 走兩步就出問題 走兩步就出問題 田裡面有一點點石頭 又出問題 但是這一台是民間弄的 我好像 我認識它蠻久的 就是這一台 好像很少看到重貨問題 聽說這一台已經到大陸去市場了 所以目前大陸那邊市場比較大 這是民間 台灣民間做的 這一台 所以很少發 我好像沒有看過出問題 有時候去到人家在手 就在那邊看很順 所以落花生算是一個機械 在雜糧作物來講的話 算機械作業已經相當成熟的一個作物 你看 雜草方面還有殺草劑可以用 有種那個花生 花生發芽了 雜草也長出來 還有一種是要去噴下去 花生不會是雜草石 所以說花生是一個很高度 集結化的一個作物 不會比水道差 當然是水道沒辦法跟它比 因為水道面積太大了 花生不是說 收穫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花 對不對 但是你要有的話 它也是高度集結化 那這個人工收 如果說花生用人工收 就很辛苦 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慢慢挖吧 尤其遇到那個泥土很硬的話 這樣就用小櫥頭這樣 你看像這個 用小櫥頭這樣 有沒有 一個一個這樣挖 蠻辛苦的 那這個是十八甲裡面的其中六甲 它就這樣曬 那它比較 人家比較不願意拿到去曬 那個集結去曬 因為集結去 像水道收了以後 拿到那個 藏庫去使用那個集結曬 要錢啊 這樣曬不用錢啊 這個星辰 這個兩松妹就是八甲 那這邊大概不到十甲 去八甲 把它錄起來 就曬曬 事件就乾了 就賣了 那花生的話 因為它的水分含量相當高 所以你收的時候 大概百分之二十到六十之間 看你收獲的時候 那一般我們希望把水分降到 百分之十二左右 才比較能夠儲藏 那一般夏天的話 我們在一般的日照這樣曬 四到七天就可以了 冬天的話可能要曬的時間 就更長一點點 那花生放在土地曬 一定要一個小時 翻來翻去翻來翻去 不然的話 以夏天的日照這樣曬 花生會曬到不快 會曬死掉 那接下來 我講一下銀子玉米 銀子玉米 目前是台灣 我們恢復 活化修根地裡面 最主要推的這個就是銀子玉米 銀子玉米就是以前我們講的是 飼料玉米 為什麼會改成銀子玉米 因為飼料玉米 人家一聽這個就是做飼料 你就是只能做飼料 你要賣多好的價格 就是這樣 那如果我們台灣種的銀子玉米 品質相當不錯 我銀子玉米 我不一定要做飼料 我可以抹粉啊 可以做玉米棒啊 我可以去做酒精啊 對不對 所以它的用途還蠻多的 有人用那個碗 像那種吃飯的碗 也是用玉米粉做的啊 所以後來就為了說 我要提高它的利用價值 所以把飼料玉米 改成銀子玉米 這個是從101年12月份 才改的 後來我們就叫銀子玉米 當然也有人還是習慣叫飼料玉米 大概是這樣 那硬子玉米的話 它也是一直帶作物 它需要很多的日照 但是它適應性很強 它很省工 它不像花生 比較費工 它是一個很省工的一個一個作物 那它的也是排水良好 有幾隻 因為它的玉米它很耗肥料 所以你的地越肥越好 然後它的酸 是一個土 土養的酸鹼度大概6到7之間 微酸性 這玉米也是叫花博造的 玉米你看 不同品種不同的顏色 那當然這些都是使用玉米的 這些都是使用玉米的 那一般比較理想 種玉米的理想區 就是剛好我講的 生意初期 要有適當的水分 後期要乾燥一點 差不多 雜蘭粥都差不多 除了一些小麥 紅豆腐 冬天種的 比較不太一樣 那在台灣 最主要 最主要的話 就是梅雨 海風 東北季風 寒海 那其實除了這幾點以外 都適合種 那一般來講 還是以春座秋座 這兩幾座為主 那因為我們要推廣 硬質玉米 這幾年要推廣硬質玉米 所以我們篩選了很多品種 那目前主要的是 明峰三號 這個品種 這是明峰三號的品種 它是很高大 有適應性狂 抗病抗蟲 含量高 這個是外國進來的一代雜種 那我在這邊再插畫一下 如果你們種玉米 不管是飼料玉米 或者是食用玉米 甜玉米什麼 反正是玉米 不能流腫 不能流腫 種花生可以流腫 就是說我種完以後 我收起來 我曬乾 我出產 放在領餐櫃裡面 等第二期做 或者說下一期再來種 可以花生 玉米絕對不行 為什麼 玉米是一焦粥屋 花生是自焦粥屋 花生所謂自焦粥就是 它還沒開花就已經受精了 所以它的花粉跑不掉 都是自己受自己的精 玉米的話 它開花 等別人的花粉飛過來 哪裡飛過來 你也不曉得 所以它很雜很亂 所以你不能流腫來種 第二 比如說這個收起來 種子撥一撥有名 再用這個來種 有我們台南場那邊 他有做過這方面的實驗 你流種 你不去買種子 流種 流種來種 一次會減少百分之二十的產量 所以為什麼 我們在賣玉米種子 所以它是利用F1 就是兩個父母本雜交的F1 雜種優勢 可能講雜種優勢 對你們來講可能有點難 我這麼講 我們東方人跟美國人生的小孩 是不是特別漂亮 一生 絕對比我們台灣人生的小孩漂亮 外掛鬧棚 先不要講他聰明才能 對不對 但是他那個小孩如果再繼續下去 就不見得好 玉米就是利用這種原理 雜種優勢 血緣越遠 變化越大 它的雜種優勢越大 它利用這種原理來提高玉米的產量 不然玉米怎麼有辦法種到八九噸呢 它就是利用這個原理 所以千萬不要流種 食用玉米 飼料玉米 反正是玉米就是不要流種就對了 花生水稻豆都可以流種 大豆黑豆都可以流種 就是玉米不能流種 你們有沒有考試 好像也有 玉米不能流種 那它的波中期大概是不是這樣 2月下星到2月8月下星 另外秋週大概8月下 但是一般他們都是會 因為8月還有颱風 他們都會拖到9月份 拖到9月份才中 就是散過颱風 但是你越晚中產量越低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中央山脈 如果在西部 冬天5點太陽還曬得到 我們這邊大概1點多就沒有太暗 甚至12點就沒太暗 我們這邊是嚴重的就造不足 那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要流種 千萬不要流 那如果說你們要種的話 要買那個明豐3號的話 這邊有電話 那玉米的話 一般來講的話 要找排水比較好的土地 也可以不整地 如果說你排水比較好的話 可以不整地 如果排水不好的話 就要整地做事來種 這完全看個地來講 一般上玉米就是先撒肥料 撒完肥料整地 整完地了加來種 那播種的話 玉米因為玉米 你如果說種一兩分低 是沒辦法賺進的 他們一種都是十幾甲十幾甲 所以一定才用機械播種 很少用人工播種 除了食用玉米以外 那一般播種的話 他都用中根基 所以複掛那個履帶 是單行 種單行 或是雙行的播種機 或者是用真空播種機 一次播四行的播種機來種 那玉米我種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盡量固定行距75公分 因為以後 如果你用機器收的話 75公分 機器剛剛好可以收四行 你種太窄或種太款機器 不適合機器收 所以你一定要75公分 那豬具的話 20到25公分 看你自己 那甚至西部的話 重到17-18公分 都有 那但是航劇是不要動 航劇的話 大概就是要75公分就可以了 那每屑種一粒種子 然後1公頃 大概有5萬3千株 到6萬6千株左右 那1公頃大概用20到30公頃的種子量 機械種 這是機械種 你看這台機械 這邊 一次種四行 這邊是放肥料 這邊是放地下害蟲的藥 有看得到嗎 這邊 這是地下害蟲的藥 這個是放種子 它一次就幫你勾 只要你把地打好 它一次就幫你勾種什麼 然後它種完以後 你大概噴灑草器就好 所以玉米是相當成功 相當成功 主要你的地處理好的話幾乎都 滿成功的啦 所以政府就是因為推廣 活化修改就是怕人力不夠 人力老化 所以就找一些比較成功的作物 玉米是相當成功的一個作物 那早期花蓮的話就是 開完溝通工種 應該有看過一個腳步種人 一個腳步種人 一個腳步種人 一個是早期 早期 早期 現在還有人種那個玉米 食用玉米 小麵器種 這樣種 因為食用玉米齁 在華蓮地區 我像我說甜玉米那些樣 在華蓮地區 絕對不會有人種超過一公頃 都是種一次一兩分地 一分地這樣 因為你種一公頃你來不及收 玉米就會老掉 賣不出去 也會塞車 所以他們都是一次種一分地 有隔個十天再種一分地 或是隔個半夜再種一分地 就把戰線拉長 你一年四季都有玉米可以賣 不是說是講食用玉米齁 幾壞話 那種完以後 像玉米種完以後 馬上就使一些殺草劑 食譜草托菌或者是蒲托草托菌 噴下去防治雜草 就噴雜草劑 那如果說噴雜草劑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抑制雜草 就用種根雞來種根 就好 因為玉米越長越高 雜草跟不上 那玉米在華蓮還是比較注重排水 那灌溉的話大概是 如果說你真的很敢要灌溉的話 在生意中期公花 運稅或者是兔絲 母花兔絲 母花要出來的時候灌溉一次 那不過還是強調 花蓮比較注重排水 那如果你種下去以後 排水沒做好 有淹到水就會變成這樣 整個白白 新葉都白 很可能就會死掉 很可能也會恢復 這不一定 看來鹽的嚴重性 所以我們一般都是會做排水溝 排到外面 排水溝一定要排到外面 不能流在田裡面那個水 流在田裡面就不掉排水 水還是寄在田裡面 這個玉米的話 成熟的話它的葉子都會枯掉 包葉都會枯掉 然後你用指甲去壓一下很硬 就是成熟了 那一般 這是台南嘉義那一邊 他們成熟放到那麼乾 然後現在一般來講的話 都用大型的印記去收 一次收貨脫離 就把你載到烘乾中心去烘乾 所以它也是機械化 你看它用機械這樣收 就脫離了 就直接載到農會去種 那種玉米的話一定要 如果你的地 是有拿 修根補助的話 一定要找到 跟農會去報 申請契作 那申請契作以後 政府還會收購你的 是按照高松港的進口價 當時的進口價來收購 如果說第一九塊錢 政府用九塊錢給你買 如果高於九塊錢 譬如說十塊 他最高九塊 十塊 另外多了一塊 他會扣一獎 給你九點九塊 是這樣 所以政府還是 老實講是很招募 第一 他自己吸收 高的話 他只扣公本費 還是給零 雖然雜糧 作物 剛剛也講的 也有沒落 但是在 現在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再加上幾年前 每個物料都全部漲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雜糧作物 還是有它的前途 那怎麼做呢 要找本土化 少量化 而且可以比較 跟精靜的那些作物 去下手 去研發 那很重要的要跟外國進口 做一個區隔 你沒辦法區隔的話 你為什麼花錢買你的 不買外國的 對不對 我區隔 我的就是比較好 外國進口 像玉米 大豆 你外國進口 你船運來這邊起買 也要一年半張 我的比較新鮮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區隔 剛剛我講 就是為了 政府在102年起 針對聯繫修根 就是台灣有5萬公頃 一年四季都不種東西的地 請他們農民自己複根 複根一起做 然後複根 我把以前的示範 你有複根我就給你 看你複根怎麼都價錢不一樣 或者說你這個地你不種 沒問題 你給小地主大店長種 租給人家種 就活化那個地 那明年開始的話 政府還有更別爭辭 如果說你們符合幾幾年 有領修根補助的 你明年105年一期做 你要申請修根補助 你的前面兩期做 換句話說 104 105年一期做要申請 104的一二期做 你起碼要有一期做有重東西 才可以申請 105年一期做 修根補助 就是你申請補助的前兩期 起碼要有一期做有重東西 你不能說我兩期做都修根 或者說我領一期一期不重 這是政府明年要改 那以上我報告到這一邊 因為我講的時候是時間已經 所以後面講得很快 那我就講到這一邊 那原本還有地瓜都有 但是時間的問題我就沒有 繼續介紹 那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